随随了 一句佛号念到底 什么都不要问 什么都不要顾虑 这么才能拯救 那么要想看到这个世界动物 慈悲心现象 真的是舍己未来 舍己是舍自己往生的品位 留在这个世界研究经教弘法力生 可是这里有一个标准 自己决定能往生才行 像欧业大师说的 我只要凡胜同俱徒 下下平往生就可以了 这是他的底线 他肯定能往生啊 这个行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那就不行吧 那你舍己 你自己将来还搞了大轮 还要躲上我道 那这个就错了了 所以实际是 决定往生 往生品位很低 这个可以 凡是这种人 实际上 他往生的品位 一定不会很低的 我们看欧业大师就知道了 欧业大师真的是下下平往生 决定不可能 为什么呢 教学相长 自他连利 不是利益一方天 你自己没有成就 你怎么能利益别人 所以利益别人是利益自己 成就自己是成就别人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做弘法护法的工作 这个功德大了 为什么呢 正法 久住在世间 要靠洪护的人 没有洪法的人 佛法不能住室 没有护法的人 佛法也不能住室 所以佛法住室 要靠洪护 红法护法 弘法护法一定得三毛加持 得龙天拥护 这肯定 他不顾自己 那么这个工作 一定要记住群众 谢谢大家